I'm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at the inauguration of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Democracy is our common language and freedom is our common objective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in advancing our mutual values and interests 大家好 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1月20号宣誓就职了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群 PO出了他自己在美国拜登就职典礼上的照片 这个照片我看了一下是在西草坪 草坪这个西册 然后参加的美国的拜登就职仪式 确实太进去了 据悉这是1979年以来 台湾第一次获得美国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的正式邀请 台湾驻美国代表肖美群获邀出席拜登就职典礼 那么这个是重要意义啊 对台湾来说是意义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79年以来第一次获得美国就职典礼正式邀请 79年1月1号华盛顿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同日呢 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式断交 那台北关系转为非官方关系 自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以后 台湾未曾以外交使团身份出席美国的就职典礼 前驻美代表成见人于沈旅巡表示 如果就职典礼筹委会有邀请外国使节团 那么台湾驻美代表处都会极力争取 但是事实上呢 过去无论成见人或沈旅巡都未曾在任内以外交使团身份获得邀请啊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呢 之前是有对台湾有一个自我限制 就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往来 前一段时间被蓬佩奥把这个政策取消了 你比如说台湾的国旗不允许出现在官方场合 台湾人不允许进入这个美国政府机构 这是美国自我限制 但是现在呢 蓬佩奥已经把这个限制都取消了 那这次肖美群获得的这个邀请 现在我得到的消息呢 并不是黄牛 并不是黄牛 其实归功于谁呢 就是川普政府 也就是蓬佩奥的那个取消跟台湾官方往来的这个自我限制 这一条取消了 所以啊 台湾这一次是确实受到了邀请 其实就是给中国颜色看啊 所以我说呢台湾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的 你看看现在美国打这张牌 未来别的国家可以有样学样 你中国如果把别的国家得罪了 别的国家也可以打台湾牌 所以我呢还是我强调之前那一点啊 如果中国不能武统 合同没戏 因为合同别的国家会参与进来 哪个国家希望你好呢 人性使然 没有人希望你过得好 都希望你过得不好 让你来求我 那台湾问题有和平解决的方式吗 只要外国能干预到台湾 解决不了和平 就是武力 就是武力 而且越早越好 你要是晚了慢了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之前讲的 晚了和慢了 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打台湾牌 美国现在就已经打了 所以我说呢 其实越往后啊 这个武统的这个希望才越大 你得看清历史的潮流 别幻想 那据指出呢 过去台湾呢 无论是使节或来自台北的祝贺团 出席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呢 都是透过美国国会议员提供入场券参加 是高价从议员手里买 就是你别去了 我去 议员给他提供 那肖美琴首次获得第59届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主办单位 就职啊 就职典礼啊 国会联合委员会的正式邀请 那这一届呢 他是得到正式邀请 并不是从议员手里买的黄牛票 代表台湾政府参与新任拜登就职典礼 而且呢 比照其他国会议员与外交使业团一样 可以携带一名亲友参加典礼 肖美琴随后呢在发表了视频呢 他呢这个视频我放在前面了 大家可以看看啊 说很高兴代表台湾人民和政府 参加拜登哈里斯救世典礼 民主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自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这是拜了民主自由神教了啊 据指呢 今年因为疫情 美国国会议员大量有入场券在手 不仅呢 比照美国国庆咨询咨文的一个模式 携带一名或配偶或其他的亲友参加 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1月9号还发表声明 解除美国与台湾关系 自我限制 蓬佩奥在声明中说 当年美国主动限制对台湾官方马来是为了安抚北京的共产党政权 他强调美国与全球的非官方伙伴都要保持友好关系 台湾也不例外 蓬佩奥说 宣布不再限制美台官方马来后 美台关系将不必再受美国自己的官僚主义的约束 过去几十年的做法 就此终结 目前来看呢 肖美琴 我得到消息不是买黄油票 其实不是买黄油票 是美国政府 这个政府指的是川普政府 因为拜登在宣誓之前 他还不是总统 他宣誓之前谁邀请的 是川普邀请的 所以这个账不要算在拜登头上 要算在川普的头上 是川普邀请了肖美琴 也就是蓬佩奥 那么中国呢 也对蓬佩奥 包括他的一些官员都进行了制裁 一共28人 我觉得就是反击 我觉得这一次呢 美国已经很露骨了 开始跟台湾有一些真正的官方往来了 拜登政府呢 他会顺势而为 看你中国的反应 你想改变吗 想改变跟我来谈 你有求于我 你要不跟我谈 我们继续做 前任政府的事情 我继续做 所以呢 美国这个换届政府 其实对中国来说 是个双刃剑 其实中国麻风更多了 因为川普挖了那么多坑 拜登不去填这个坑 就中国人自己来填 你不填 不填 你走道就咯咯咯咯咯咯咯 走道就咯 你要填上 拿成本呢 拿土来填 拿你自己的利益来填 你看看之前挖了多少坑 要不你绕着走 但是台湾问题又绕不过去 你看这个逻辑 所以我说了 美国那些智库 美国那些专家都不是省油的灯 在前路上早就给中国挖了很多的坑 台湾问题是个巨大的坑 消耗中国巨大的国力 人力 让中国很多的腐败 因为台湾问题出现了 你知道台湾问题里边有巨量的腐败 巨量的利益集团 台湾的一些明星唱片公司 是不是影视公司 都是因为台湾问题 对吧 因为台湾问题发了财了 不多讲了 反正我个人认为 越早解决台湾问题 对两岸都好 肖美琴这个事 我觉得应该也说得很清楚 这一次是台湾的一个突破 从侧面也讲 也激励了大陆 这个武统 我觉得大陆人现在 不管是上层还是底层 都已经达成一个共识了 要尽早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 很多事就是福获相依的 你肖美琴在台上你蹦的 你可劲蹦的 你看美国支持我吧 你越是这么蹦的 中国人呢 其实越想着怎么早日结束你 这就是我说的福获相依的问题 你蹦的越欢 其实你离结束也就越早 中国人 中国人会团结的 海外华人包括大陆人 咱们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会想办法 所以台湾问题就会越快解决 这是我告诉大家最后的思路 实际这边逻辑就很清楚 就是台湾现在跟美国玩这种官方的 不遮遮掩掩了 那最后这个问题要暴露 暴露问题就要解决问题 你肖美琴就像你 你跟别人偷情 对吧 原来是偷偷摸摸的 老公呢 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吧 你给我面子 我也给你面子 我也不去想了 你想那些东西 想那些细节 最后呢 睡不着觉 害了自己吗 不想了 不想了 你们私底下去勾搭吧 但是 你竟然领到家里了 像公开了 我的妈呀 那你倒不当我是傻子吗 我是不是 我得出一个声呢 我得这个事 我得重视起来 那怎么样 解决这问题吧 怎么解决 你说怎么解决 不解决 共产党就要倒啊 台湾要独立 跟美国正是关系 中国共产党连话也不说 连事也不办 怎么统治 怎么治这个国家 说话还硬气吗 那就得办 不想办 他也得办 肖美琴 你开启了武统的模式 好 好 谢谢观看